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贝妮为您主持的华语一周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焦点新闻 据国际金融巨头瑞士信贷集团的一项研究显示 随着中美两国不断涌现百万富翁 中国在富人数量上首次超过了美国 据路透社报道瑞士信贷集团21日发布年度财富调查称 截至今年年中中国有1亿人位居全球财富榜前10% 而美国有9900万人 两国在创造财富方面都表现出色 美国和中国分别贡献了3.8万亿美元和1.9万亿美元 上述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财富超过百万美元的人 达到了4680万比上一年增加了110万 他们总共拥有158.3万亿美元的净资产 占全球总资产的44% 美国贡献了一半以上的新增百万富翁 即67.5万名 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英国和土耳其的百万富翁人数 分别下降了12.4万、2.7万和2.4万 数据显示全世界有5.5万名成年人的身家至少为1亿美元 其中4830人的净资产超过了5亿美元 研究还预测 全球财富在过去一年中增长了2.6% 到2024年将增长27% 达到459万亿美元 在此期间 百万富翁的数量也将增长到6300万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财富排名前10%的人 剩余人口拥有全球总财富的18% 而2000年 这一比例仅为11% 前国务卿及第一夫人希拉里和女儿切尔西 于近日在三藩市列治文区畅谈两人合作的新书 吸引了1500人入场 一睹这位前总统候选人的风采 据三藩市纪事报报道 两人的新书座谈会 与列治文区以马内利会堂举行 时间长达两小时 希拉里与女儿大谈两人共同撰写的新作 勇敢女性之书 最爱的勇气和毅力的故事 讲述为两人带来启发的女性故事 入场门票售价45元 包含这本新书 1500张门票一早授庆 现场观众热情踊跃 显示出尽管2016年大选败给了特朗普 但希拉里在三藩市的魅力依旧不减 希拉里日前杠上了夏威夷州国会众议员加巴德 他在一场播客节目中 暗指加巴德或俄罗斯帮助 以第三党身份参选总统 他在节目上说 加巴德是俄罗斯人的最爱 他们用一堆网站和聊天机器人 等其他方式支持他 在民调中支持度不足1%的加巴德 发出推文强烈抨击希拉里 使好战皇后贪污化身和腐败象征 令民主党人恶心很久 加巴德的外交政策立场是不干预 希拉里并无提出证据支持他的言论 有专家提到 社交网站上有明显的聊天机器人活动 加强加巴德的讯息和标签 而在座谈会上 希拉里和女儿偶尔案提特朗普政府 导致骨肉分离的移民政策 和从叙利亚撤军 在出场前 希拉里挖苦总统特朗普 近日向土耳其总理爱尔多安的推文是外交信 安批对方不得体 出席座谈会的观众 大部分都是女性和家庭 部分人挂上希拉里2016年竞选总统时 推出的《我与她在一起》的胸章 州众议员丁佑丽和科技公司Salesforce 执行长贝尼奥夫都出席了活动 并坐在观众席前列 希拉里母女合著的新书 章节包括有关反气候变化的16岁瑞典少女贝里 19世纪反逊奴女领袖塔布曼 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等人 澳洲航空公司Quantus完成最长的商用民航直飞航班测试 作为一项研究的一部分 这次测试有助于了解超长时间飞行 对飞行员、机舱工作人员以及乘客有怎样的影响 实飞的波音787-9航机搭载了49人 用19小时16分钟从纽约飞到悉尼 全程1066英里 到下个月 该公司将进行另一项飞行测试 从伦敦直飞悉尼 澳洲航空预计将在2019年末决定是否开通这两条直飞航线 如果澳航决定开通航线 服务将会从2022或2023年开始 路透社报道 目前尚未有合适的商用飞机 能够在满载乘客和货物的情况下 进行如此超长距离的飞行 为了令飞机无需中途加油 澳洲航空此次使用的航机 是加满至容量极限的燃油 限制了行李运量 并且不运载货物 乘客在登上飞机之后 将手表调校至悉尼的时间 并且被要求一直保持清醒 直到澳大利亚东部入月 以此来减小导时差的影响 机上的测试还包括监控飞行员的脑电波 退黑激素等级以及警觉性 此前还为乘客提供肢体活动课堂 然后分析横跨如此多个时区 对人体有怎样的影响 近年超长距离航班的市场竞争逐渐激烈起来 很多航空公司都提供了更长的航线 去年新加坡航空公司开启了 从新加坡直飞纽约的直飞航线 是目前世界最长的常规商用航班 同样在去年 澳洲航空开启了一条17小时的直飞航线 从博斯到伦敦 卡塔尔航空则正在运营一条17.5小时的航线 从澳克兰直飞多哈 共享办公初创企业WeWork宣布 已接受其最大投资者 日本软银集团提出的救助计划 根据计划内容 软银将获得WeWork控股权 这笔交易标志着WeWork辉煌时代的结束 今年1月份 WeWork估值高达470亿美元 上个月尝试首次公开募股 却已失败告终 目前WeWork在软银救助计划中的估值 不到80亿美元 根据计划WeWork联合创始人Adam Neumann 将离开公司董事会 由软银高管Marcelo Callao 接替其行使相关职权 知情人士说 Neumann退出董事会时 将持有WeWork多达12亿美元的股票 软银提供的5亿美元信贷额度 以及约1.85亿美元的咨询费 作为董事会观察员 Neumann将继续与公司保持联系 软银的救助计划 包括提供50亿美元的新融资 以及15亿美元现有承诺的加速到账 这笔交易让WeWork母公司 WeCo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自9月份取消首次公开募股以来 该公司一直在削减成本开支 预计本月将解雇数千名员工 软银的救助计划是WeWork董事会 为使公司免于破产而考虑的 两个选择之一 另一种选择是摩根大通提出的50亿美元债务方案 知情人士表示 这将是近年来风险最高的垃圾债券之一 其中包括20亿美元收益率为15%的实物支付债券 好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末湾区的一些活动 芳草花园万圣节亲子活动 今年已经是第19届举办 这是一个特别为孩子们设计的亲子互动活动 有音乐演出 小丑互动 孩子们的创意博物馆及艺术品制作 还有许多好玩的游戏 其中最高潮的部分 莫过于期待已久的万圣节化妆游行 在那里 欢迎大家炫耀自己的万圣节服饰 活动时间是明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更多资讯可以查询他们的官方网站 ybgfestival.org 好了 以上就是本周的焦点新闻 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